梵天文在图文典籍中记载 明白可知的恒星及经常出现的星 主管它们的内外星官共118名 总数783星 它们都是周、国、官、公、其物类的争相 其隐其限或早或 晚或有无规律或运行的远近 出现的虚实以及五星运行或何或离 或相犯或相守或相亲临或相遮掩 彗星、背星、飞星、流星的出现 日月或礁石或博石 烈地云的形状或中环或全环或半环 或背向太阳或耳状或有霓虹变幻 出现迅雷、疾风、怪云、变弃的现象 这些都是阴阳的惊魄所现 它的根本是生于地上 仅是表现在天象上罢了 正是于此则变现于彼 有如人影之所以向人行 相声有回应之和 所以明君看见这些现象 而有所感悟 谨慎地对待正事 思过谢罪 则获除而扶制 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信号 中宫天极星 其一名者是天地太一的居所 旁边三星是天地的三公 或者又说是天地的儿子之属 其后勾撞牌里的四星 末端的大星是天地的正飞 其余三星是天地的后飞之属 环 牌列首位的十二星 是天地的翻尘 这些都组成教子宫的天驱 前列正当斗口的三星 顺北排列 顶端尖锐 若隐若现的星 叫阴德 又叫天一星 子宫天驱 左面三星叫天枪星 右面四星叫天橘星 后面十七星横行 直渡移和抵达世宿 叫格道星 北斗七星 所谓查看悬 积 玉衡来确定七项正式 斗饼与角速相连 斗之中央正当难斗 北斗的第一星 临近参数之少 在黄昏观测 北斗星 豆饼的指向 来判定时令 豆饼 主玉是华夏以西南地区 在紫月时 观测判定时令时 是验看恒星 恒星 主玉是中原各州地区 黄河 集水之间 在黎明时 观测判定时令时 验看的是奎星 奎星主玉是大海 泰山以东北的地区 豆饼是天地的车架 运行于天的中央 均临四海 分阴阳 建立四季 调节五行 变换节气 定计最立法 都决定于北斗星的运行 豆饼之星上 四带着的 筐行六星 教文昌公 一星教上将 二星教四将 三星教贵相 四星教私命 五星教私路 六星教私灾 在豆饼星区中 它是主玉式贵人之牢狱 豆饼星下有六星 两相靠的 叫三能星 三能星色相同 则君臣和 不相同 则为乖丽 豆饼上的腐星 星光明起尽 于是腐尘 欺慕朝廷墙上 远而小 则表示君臣疏远 国力微弱 斗饼末端有两星 距离近的一个 叫毛星 又叫招摇星 远处的那个 叫顿星 又叫天方星 还有勾撞还联的十五星 属斗饼 称他主玉式贱人之牢狱 牢中星秘籍 则犯人多 虚空则玉式 试得多 天一星 枪星 橘星 毛星 钝星闪动 星光有盲角且大 则有战争发动 东宫苍龙 房宿 心宿为其所属 心宿是天帝的名堂 大星是天帝 前后星是天王的儿子之属 不希望排列职 只则天帝师仇算 房宿是天帝的天府 房宿四星叫天四星 北边是右参星 其旁边有两星叫金星 基星北面有一星叫千 东北面深掩着十二星叫奇星 奇星中四星叫天室 天室星区中星星多 则年景丰收 奇星区中虚空 则为欠收 房宿南面 众星叫奇观 角宿左边一星为天帝的法官 角宿右一星为将军 大角星是天帝朝廷啊 其两边各有三星 顶足而立相勾连 叫射体 射体星正当斗标的指向 可以它来测定十令节气 所以叫射体格 抗宿是天帝的宗庙 主欲是疾病 它南北有两大星 叫南门 低宿是天庭的根基 主欲是流行病 尾宿有九星 是天帝的陈属 距离远 唯欲是不合 激宿是天庭中的是非之人 欲是后妃的府地 称为口舌 火星侵犯角宿 并留守不去 则欲是有战争 火星侵犯防宿 心宿并留守不去 是做王的人烟雾的事情 南宫诸鸟 玄星 恒星属于它 恒星也叫太威元 是天帝的南宫 约约五星入朝此庭 其旁还手十二星 是翻尘 席位将东为下 南四星是指法星 中间是天庭的正门 左右为天庭的耶门 耶门区内有六星 是诸侯星 其内五星是五地座星 后面聚集十五星 尘埃屋 居天庭的狼位 叫狼卫星 其旁边的大星 居天庭的将位 叫将卫星 月 五星从西向东顺行进入 沿正常的轨道异行时 要观察他们所出 与所留守的星官 而与其对应的官员 则是天子 所以有所诛伐的对象 入月五星从东向西逆行进入 不按常规运行 则按被侵犯的星官 给相应的官员定罪 侵犯了五地座 灾祸就形成了 都是臣民群下 不能言听计从的争相 如果是金星 火星侵犯 问题尤其严重 太威亭中翻尘 各星官之息 有跟从的四星 名叫少威 是天庭中的士大夫 群星也是轩辕星 形状如黄龙之体 前面大星是女主的象征 旁边小星是逝者 后宫所属的女士 月五星弱手或犯的情况 从恒星战策 东井宿主水晴之势 火星入宿区 一星在他左右 天子的是以火星为败下 树井宿兮引伏一星叫铁 它北面是北核星 南面是南核星 两核星像是天雀 其间是约遇五星运行的官梁 鱼鬼宿主遇是祭祠之势 其中星光发白的是智星 火星留守在南北核星区 遇是有战争发动 五谷不登 所以德政之兆显示在恒星 月览 观测之兆显示在黄星 伤损之兆显示在铁星 祸害之兆显示在井宿 猪阀之兆显示在智星 柳宿为鸟嘴 主遇是草木 七星的位置像是猪的井 是猪鸟的猴 雇主遇是急切之势 张肃的位置在猪鸟的鸟肃 是厨房主室 雇主遇是仪时待客 一肃的位置在猪鸟的鸟翼 雇主遇是远方之客 枕肃为车 主遇是风 它旁边有一小星 叫长沙 先有星光时 不希望它光亮 如亮度与枕肃四星一样 又如果五星正运行进入枕肃中 则遇是战争要发生 枕肃以南众星叫天库 天库星中有五车星 五车星光出现芒角 好像增加很多 到了星光的芒角不见了 就遇是没有车马 西宫咸池叫天五黄星 五黄星是天上五地的车库 火星范该星区 则遇是有旱晴发生 金星范该星区 则有冰灾 水星范该星区 则有水灾 五黄星区中有三柱排列 每一柱由三颗星组成 如果柱形不惧 则战争发起 葵宿又称风吸 主御是沟渠和川 楼宿主御是聚敛众物之士 威宿主御是天子的仓库 他南方众星叫唐基星 卯宿又称矛头 主御是胡人的星 御是有白衣知慧的丧事 B宿又叫喊车星 主御是边防之兵 主游烈之士 其大星旁边的小星是福尔星 富尔星闪动 则遇是有禅言之乱 沉在帝王之侧 卯宿 B宿之间为天阶 其北面的星为英国 主御是北方之国的士 其南面的星为阳国 主御是南方之国的士 参数为白虎 参数三星东西直列 相是乘 下有三星 上奸下大 教法 主御是平定叛军之士 他外面的四星 向参数的左右坚骨 小三星排列在一角 叫姿普 像老虎的头 主御是饥荒之士 他南面有四星 叫天侧星 天侧星下有一星 叫天使星 天使星黄色则吉祥 青色白色黑色则胸 他的西面有勾连弯曲九星 分三处罗列 每处各九星 一叫天奇 二叫天怨 三叫九伯 他的东面有一大星 叫狼星 狼星星光有盲角并变色 御是多盗贼 下有四星叫狐星 正对着狼星 狼星与地平之间有一大星 较难及老人 老人星出现 则御是世事至安 不限则御是有兵或起 一般秋飞时候 在南方地平面之上 能见到老人星 北宫玄武 虚速 微速是奇蜀 微速行似盖巫 虚速为御是哭泣之士 在他南面有众多的星 叫羽林天君 羽林天君星的西边 围垒星或叫铁星 旁边的一颗大星 是北洛星 北洛星若微暗或不见 羽林天君星摇动 芒角月息 以及五星的光芒 干泛北洛星 或进入羽林天君星星区 即有军队星起 五星中火星 鸡星 水星 尤为厉害 火星入星区 军队则优 水星入星区 则有水患 土星 木星入星区 则军队吉祥 微速解面六星 两两并列 叫思寇星 迎世速 是天庭的清庙 又叫离宫 既有格道星 与天庭相通 银河中四星叫天四 旁边一星叫王梁 王梁星闪动 宛如策马 王车骑 遍野奔驰 旁边有八星 直渡一合 叫天恒 天恒星旁有江星 江星闪动 遇是有人射水 楚星 旧星四星 在微速南 桃瓜星区 有万来克星 星色青黑 居守其中 则遇是人间于言贵 南斗为天地的庙堂 其北有建星 建星是天地的旗 千牛星是天地祭祀的供奉 其北面有和古星 和古三星中最大者 为上将 左边的为左将 右边的为右将 女素 在北面的是织女星 织女星是天地的孙女儿 穗星是东方四季配春 五行配木 对于人论来说 是代表武常中的人 代表武士中的相貌 如果仁义不存 相貌不尊 违逆春令 伤害木器 惩罚之征兆 显示在穗星 穗星所在天区 所向对应的分野之国 不可战胜 攻击别国 则无不上 运行超越正常的肚刺 而前为营 行进不足肚刺为缩 赢则分野之国 有军队败散 不能归国 缩则分野之国有忧患 其将死 其国清败 穗星要离开的天区 相对应的分野之国 失地 索到天区 相对应的分野之国 得地 又一说 当居守而不居守 国家王 索到国昌 已经留守 又向东西方运行离去的 国有凶险 不可兴师用兵 行进运行 安然适度 则是急躁 碎星运行 出入星宿区 不按常规 必有不祥天象 出现在星区 碎星运行快 早出现在东南速度 时事中说 有彗星出现 甘事中说 不出三月 就生成彗星 头向星 尾向彗星 长二丈 运行快出现在东北 时事说 会出现天绝星 甘事中说 不出三月 就生成天强星 头向星 尾间 长四尺 运行慢 出现在西南 时事中说 会出现 掺云星 形状向牛 甘事中说 不出三月 就生成天强星 左右肩 长数丈 运行慢 出现在西北方 时事中说 出现 枪云星 形状如马 甘事中说 不出三月 就生成天强星 头向星 尾间 长数丈 时事中说 枪状 缩状 棒状 扫帚状 都是形态各异 他们一样 都是遇事栽秧的 必有破国乱军 服侍百姓 殃及不尽 是汉 凶 饥荒 暴击的预兆 碎星 如果一挨之御形一尺 出现二十余月后引入 甘事中说 这种现象 肇事其国有凶险 不可举事动兵 碎星出现 但有改异 所肇事的分野之国 正当受其殃灾 又说 变异之星出现 不出三年 下面的分野之地 有战争发生 到时会失地 或国君丧亡 火星 是主南方之星 代表四季中夏季 属五行之火 代表人伦五常中的礼 五世中的事 如果其国理窥事师 违逆下令 伤损火器 对其惩罚的征兆 显示在火星 从数向西逆行在一射 二射的范围内 未不响 留守在兴区内三月之久 其分野之国有灾阳发生 五月之久 有被侵略的战争发起 七月国土失去一半 九月国土大半失去 九个月后 还延顺此情况 时隐时现 其国王爵祭祀烟火 火星御事的事 有乱国 有强盗 有疾病 有丧事 有积锦 有兵货 所居留的兴区 对应的分野之国 受其央货 央灾很快应验的 虽来是大 但灾情小 居首之约 长久才应验 其活央的情况 本来是小 反而见大 火星运行 已经离开兴区 又还会聚首的情况 如果滞留 并且星光有盲角的 或星光闪动的 环绕着 有忽前忽后 忽左忽右的 殃或欲裂 一说是火星出现 则有大战争发动 引入则军兵溃散 环绕又停止 就视为死丧之兆 暴乱发生在分野之国 会失地 战斗没有胜利 火星向东 欲行快 则冰乱距于东方 西行快 则冰乱距于西方 在南方欲是丧尸男子 在北方欲是丧尸女子 火星是天地的执法之官 所以说 纵是有有道天子 也必查验 火星的运行情况 金星是主西方之星 代表四季中的秋季 五行中的金 世人伦五常中的义 五世中的岩 一窥岩师 违逆秋令 伤损金气 对其惩罚的征兆 显示在金星 太阳只当南金星 留在他的南面 太阳正当北金星 留在他的北面 此时金星运行超前 玉士王侯会不安宁 起兵进攻则急 退守则凶 太阳正当南金星 留在他的北面 太阳正当北金星 留在他的南面 此时金星运行过缓 玉士王侯有优患 用兵退守则急 进攻则凶 该出现不出现 该隐没不隐没 是运行失度 玉士没有破阵败军 必有王军王国 一说天下掩齐西谷 而分野之地有战争 所当的一国有大凶 当出现而未出现 不当以没而以没 天下西兵 军兵在境外 则入境 不当出现而出现 当以没而不以没 天下有战争启动 有国家破败的情况发生 不当出现而出现 不当以没而以没 天下大取兴兵 所当的国家亡国失地 英规律如期出现 玉士分野之国昌上 暗期出现在东方 东方之国昌 引入为北方之国昌 出现西方为西方昌 引入为南方昌 留守九 分野之国有力 有便意其分野之地凶险 以末七日又出现 玉士将军战死 引入十年后又出现 为相的人王 才以末又出现 做帝王的人厌恶他 已经出现三日 又四隐四线 三日就有星光明亮 是软弱和败福的征兆 其分野之国有军事行动 其军众败北 引入三日 有四隐四线 三一二又群部隐没 其分野之国有幽幻 所率领的军队虽重 敌军吃其军粮 扶其兵 鲁其将帅 出现于西方 而不按规律运行 运势移敌败落 出现于东方 而不按常规运行 中原之国败落 一说提前出现 有预示发生 推迟出现 有一场星变 集会星出现 将发生在五道之国 金星在傍晚出现在桑树 榆树顶 损害他下面所对的分野之国 上升快速 未到七而已过三分之一天空 损害分野之国 所对立的异国 金星白天经过中天 天下有改朝换代的革命 民众换君主 试乱了刚记 百姓流亡 金星白天出现与太阳争光 是强国衰弱 小国强盛 皇后运昌的御势 金星是战争的象征 出现而且位置高 进军深入则极 不深入则凶 未低下 不深入则极 深入则凶 运行快 进军快则极 缓则凶 运行迟缓 进军缓则极 迅速则凶 星光有芒 脚 勇战者极 不勇者凶 攻打芒角所指的方向则极 逆向则凶 金星进退左右 进军随之进退 左右则极 静止不动则凶 星光还起安静 用兵沉着急 草切则凶 金星出现 则出军 以末则兵入 军事行动 有如金星活动者则极 反之则凶 星光色翅 而有芒角 是战争爆发的真相 金星象征军 而火星象征优患 所以火星跟随金星 遇事有军优 离开金星 军队高兴 火星出现在金星之北 有分支军队 火星出现在金星之南 有偏师作战 火星在正常的速度上运行 金星还来一从 它是破军杀将的征兆 水星 有杀伐之气 是战斗的真相 与金星同出于东方 都是色翅 而星光有芒角 遇事以地军败 中原之国军胜 与金星同时出现西方 都是赤色而光有芒角 遇事中原之国败 遗敌军胜 五星分布于中天 聚集在东方 肇事中原之国大力 聚集在西方 肇事以地的军事行动有力 水星不出现 金星为客人 水星出现 金星主人之星 水星与金星不相跟随 其分野之地 虽有军队 但无战争 水星出现在东方 金星出现在西方 或者水星出现西方 金星出现东方 是相隔之状态 四野虽有军兵 但没有战斗 水星被金星光芒所遮掩 五艾特后又出现 他进入金星后 从上方运行出 遇事有破军沙江 入侵一方圣 从下面运行出 入侵方式地 水星接近金星 金星不离开 遇事大将死 当他从金星上方行进出现 肇事破军沙江 入侵方圣 下方出现 入侵方式地 看水星运行方向的星区 以其星官之名 遇事所破军之将 水星环绕金星运行 若其盲角相及 是大战 入侵者胜 被亲方主管管理死亡 水星经过金星 两星之间的 间距融一箭 发生小战 入侵一方圣 水星位于金星之前 时间13天 肇事战争结束 出现在金星左面 遇事有小战 经过金星右面 有数万人的大战 被亲方主管管理死亡 出现在金星右方 离他三尺距离 遇事军队急切挑战 凡是金星出现 所正对的陈卫 其国正所谓得位 得位的一方战胜 与所正当七尘尘位的星官颜色协调 同时光有盲角的遇事胜利 星光色不协调的遇事失败 阶星的颜色 有时与狼星一样白 有时与星宿一样赤 有时与参数右脚星一样黄 有时与左脚星一样青 有时与魁大星一样黑 金星不失本色 胜于得位 运行的状况 胜于星光不失本色 运行合乎规律 则能胜过所有的 水星逐北方代表冬季 数五行中的水 人伦五常中的智 五事中的听 智亏听师 为逆东令 损伤水气 惩罚显示在水星 出现的早为有月时发生 晚为有彗星 即便一只星象出现 一个季节不出现 其时节不合 四季不出现 天下有大饥荒发生 不碍时令出现 天气就当寒反温 当温反寒 应出现时不出现 是所谓有伏击士兵要出现 肇事军兵大星 与五星中其他星辰相遇 星光相撞 则天下大乱 水星出现于防速 星速之间有地震发生 土星主中央之地代表夏末 数五行中的墓 人伦五常中的信 五事中的思心 人伦常纲中人 义理智信 以信为最重要 五事时貌 言 听 事 心 以心为首 所以其他四星师 长 土星 旧为之所动 土星 所处星宿区的分野之国 吉祥 土星 不当初而处之 或已经运行离去 又会来处之 旗下分野之国 德国土 不然旧得女死 当初而不处 或暂处之后 又东西方向离去 其分野之国 施国土 不然旧施女死 反之 有土木攻城之牢 或女主优坏 所处时间长的星宿 其分野之国 有大幅 短的 则福伯 当初而不处 叫做施阵 旗下分野之国 可以征讨 当初而处的 不能征伐他 土星出现的早 是王者不安宁的征兆 出现的晚 是军队 不复归还的征兆 一说 赞出之后 又向东西方向离去的 其分野之国凶险 不可举事动兵 施常规 提早出现一舍 三舍的 欲是有君王之命 不被执行 不然 就发大水 施常规 而缓慢持恩 舍得 有外戚之患 其年称不好 不然有天烈 好向地震 凡是五星运行 木星与土星会合 唯有内乱之兆 与水星会合 未有谋变 而更换工作之兆 与火星会合 则唯有饥荒 旱灾之兆 与金星会合 唯有白衣智慧的丧事 或水灾之兆 金星在南 木星在北 叫做拼母 照是五谷丰登 金星在北 木星在南 年称或好或坏 火星与金星会合 则唯有丧事之兆 不可举事用兵 与土星会合 则有忧 竹御是有树子做清香 与水星会合 则御是有败军 动兵起事会大败 土星与水星会合 则御是全军覆没 与金星会合 则御是有疾病发生 有内乱 水星与金星会合 则御是有谋变 使兵患之忧 凡木星 火星 上星 金星与水星光芒相及 都是战争的肇势 军队如不在境外 都为内乱之兆 亦说 活与水会合为淬火 与金会合为熔炼 因此不可举事动兵 土星与金星会合 国师国土 与木星会合 则国有饥荒 与水星会合为阻塞 不可举事用兵 木星与金星光芒相及 国家有内乱 两星行至在同一宿内为和 星光相处即为道 二星之间距离相近 其遇事的殃或大 二星距离相远 所是灾害无所伤害 二星相距在观测距离七岁以内 必有害伤 凡月亮遮掩五星 其分野之地亡国 木星辈石有饥荒发生 火星辈石有动乱发生 土星辈石有杀戮之祸 金星辈石 强国因此发动战争 水星辈石有后非引起的变乱发生 月亮遮掩大脚星 为王者所厌恶 凡五星所聚拢的星宿 其分野之国称霸天下 跟从木星聚荣一圣 跟从火星则礼星 跟从土星则德厚 跟从金星则冰墙 跟从水星则法治 用法得到天下的 因法治理天下 三星如果 灰河是所谓经历觉醒 其分野之国内外 有兵货及丧事 百姓穷困皆紧 且而改立王公 如果四星聚合 是所谓大当 分野之国 兵乱丧事 依并发动 君子忧患 百姓流散 如果五星聚合 所谓一行 有德者受福庆 改立之王 拥有四方土地 子孙昌盛 无德之君受天罚 离开他的国家 宗庙被毁 百姓离弃他 遍布四方流浪 五星的形状都大 肇事其发生知事大 都小 其发生知事也小 反五星的光色 都为还行 色白肇事脏事 旱灾色赤并且中央 有深有浅 肇事有冰乱 色经肇事有忧患 水灾色黑肇事有疾病发生 有病人多死亡 黄色为吉祥之兆 多有脚 赤色肇事有敌放我城池 黄色肇事土地之争 白色肇事有哭泣之声 青色肇事有冰忧 黑色肇事有水灾 五星同色 天下西兵 百姓安宁 歌舞升平 灾及不羡 五谷风尚 关于五星 木星 星星迟缓 则运行不到 应到的速度 急切 则运行过了 应到的速度 若从东向西逆行 则要占卜 火星 星星迟缓 则该出现 而不出现 急切 则该以末 而不以末 若违背正常的 运行轨道 则要占卜 土星 星星迟缓 则运行不到 应到的速度 急切 则运行过了 应到的速度 逆行则要占卜 金星 星星迟缓 则该出现 而不出现 急切 则该以末 而不以末 逆行则要占卜 水星 星星迟缓 则该出现 而不出现 急切 则该以末 而不以末 其运行的状况 不合时节 则要占卜 五星运行 不快不慢 符合正常的规律 则年车丰收 国家昌盛 凡是认为 星效通分野之地的 变化的情况 都飙后的三星 不相从的 高星之牌则有地震 有行星 留守在三月星区的天下 发大水 有地震 海鱼月初 天际星 散牌无序的 有山崩 不久有丧事 归星 边星 不处于银河中的 河川爱 有改异的情况 水星 进入五车星星区 有大水 火星 进入积水星星区 有水灾 有战争发动 行入积星星星区 有旱灾 有战争 激流不去的 也是这样 天际后面有四星 名叫沟星 斗标后面有三星 名叫维星 散是不相从的意思 三月星 就是五车星中的三柱星 天际星座 临近贯索星座 积星星在北核心西北 积水星在北核心东北 角速 抗速 低速的分野地区 是杭州 防速 套 速的分野地 是豫州 尾速 激速的分野地 是幽州 豆速 分野地 是肯辽和泼洋湖 千牛速 雾女速 分野地 是杨州 虚速 微速分野地 是青州 迎氏速 树壁速 分野地 是柴叶 奎速 楼速 未速分野地 是徐州 卯速 B速分野地 是济州 姿翘速 参速 分野地 是一州 树井速 鱼鬼速 分野地 是雍州 柳速 七星 张速 分野地 是三核 一速 整肃分野地 是荆州 甲乙约时 海外 不占卜日月 丙丁约时 长江 淮河 海和泰山 不占卜约月 乌锦约时 中原的黄河 几江地区 不占卜约月 更新约时 华山以西 不占卜日月 人鬼约时 长山以北 不占卜日月 一说 甲乙十七国 乙约十简夷 丙约十楚国 丁约十南夷 乌日十卫国 己约十韩国 庚约十秦国 新约十西 人约十燕国 炭国 鬼约十北夷 紫约十周国 丑约十敌国 银约十兆国 卯日十正国 陈A至十邯郸 四亿L十卫国 五约十秦国 末日十中山国 神埃特十七国 有约十鲁国 虚日十吴国 悦国 亥约十愿国 代国不占卜日月 秦国的疆域 占焰在金星 狼星和湖星 吴国 楚国的疆域 占焰在火星 鸟星 恒星 燕国 齐国的疆域 占焰在水星 虚速和威速 宋国 正国的疆域 占焰在木星 防速 心速 晋国 的疆域 占焰在水星 参速和伐星 等到秦国 并吞三晋 燕国 代国 滋黄河 华山以南为中原 中原对四海与内来说 则在东南 为阳 阳就是太阳 木星 火星 土星 在天洁南面 观测他们的争厚 必速主管阳 中原的西北 则是湖人 北夷 月之等 穿皮一用弓箭的少数民族 卫阴 阴就是月亮 金星 水星 在天洁北面 观测他们的争厚 卯速主管阴 所以中原的山西 东北走向 齐迈哥守在篓 属地区 尾梅于渤海 结石山 所以 秦 晋之国 好用兵 又可以战焰金星 金星 主域是中原 而北方少数民族 数次侵略 可单独观测水星 水星域行集切 一般是主域是一敌 这些大概如此 凡五星早出现为营 营是战焰客人的 晚出现为缩 缩是战焰主人的 五星运行或早或晚 必有天象应验于飙星 太岁星 在银位 叫射提格 木星 正月晨出现东方 时事中说明为兼德 位置在斗星 切牛星星区 运行失常 在飙星星区出现 出现提早 有水灾 出现过晚 有旱灾发生 甘式上说 在剑星和物女宿出现 太初力上说 在银式宿 东碧宿出现 在卯位 叫丹板 木星二月晨出东方 时事称为降入 在物女宿 虚宿 威宿 出现 甘式中说 在虚宿 威宿 出现 运行失常 于飙星 有水灾 太初力中 说在奎宿 楼宿 出现 在陈位 叫直徐 木星三月晨出东方 时事称为青章 在银式宿 减碧宿 出现 运行失常 于飙星 出现提早 有旱灾 出现过晚 有水灾 甘式中说的 合着一样 太初力中 说在卫宿 卯宿出现 在四位 叫大荒落 木星四月晨出东方 时事称为鹿种 在奎宿 楼宿出现 甘式所述 与他相同 太初力中 说在参宿 伐星出现 在五位 叫敦阳 木星五月晨出东方 时事称为起名 在卫宿 卯宿 必宿出现 运行失常于飙星 出现提早 有旱灾 出现过晚 有水灾 甘式中 所述 与他相同 太初力中 说在树井素 与鬼素出现 在卫卫 叫邪恰 木星六月晨出东方 时事称为常烈 在滋仆星 参宿出现 甘式中 说在参宿 伐星出现 太初力中 说在柳素 张素 和七星素出现 在深卫 叫找他 木星七月晨出东方 时事称为天晋 在树井素 与鬼素出现 甘式中 说在弧星出现 太初力中 说在异素 枕素出现 再有位 叫作证 木星八月晨出东方 时事称为常人 在柳素 七星素 张素出现 运行失常于飙星 有女主的丧事 百姓有病 甘式中 说在柳素 张素出现 运行失常于飙星 有火灾 太初力中 说在角素 抗素出现 在虚位 较野茂 木星九月晨出东方 时事称为天虽 在异素 枕速出现 运行失常于飙星 有水灾发生 甘式中 说在七星素 异素 出现 太初力中 说在低速 防速 新速出现 在海味较大约线 木星十月 辰出东方 时事称为天皇 在角速 抗速出现 甘式中 说在枕速 角速 抗速出现 太初力中 说在尾速 激速出现 在鱼位 较昆敦 木星十一月 辰出东方 时事称为天宗 在低速 防速出现 甘式中 所述与他相同 太初力中 说在剑星 牵牛速出现 在丑位 较痴愤弱 木星十二月 辰出东方 时事称为天号 在尾速 激速出现 甘式中 说在心速 尾速出现 太初力中 说在巫女速 虚速 微速出现 甘式 太初力 所以关于木星的 记载有所不同 是因为行星运行 快慢在前 而各书记载 所见在后 那四星也大率如此 古力中 推究五星的运行 没有记载逆行的情况 到了甘式 时事的星经 记载了火星 机星 有逆行的情况 古代力书 是记载五星 正常运行的 古人有言说 天下太平 五星寻行何度 没有逆行 初一不发生 at时 十五不发生 月时 下世的日月传中说 约月全时 象征主位 日时 月时偏时 象征沉卫星 传中说 太阳是象征得的 月亮是象征行的 所以说日时发生 应修养得行 月时发生 应整治法度 所以 历书记载 推算月时与火星 金星的逆行 没有差异 火星主是内乱 金星主是战争 月主是行御 自从周氏衰亡 乱臣贼子 军兵竖起 刑罚失当 虽然亡于乱臣贼子的军律之变 内臣也像是智力不当 字衣也像是不顺服 兵戈也像是不能止息 刑罚也像是不能施行 所以金星 火星与月亮运行 湿度三变常见 到了有乱臣贼子 浮尸流血的战争发生 大变于是出现 甘 时事观察到他们的规律 所以为之记载 说这些都是不正常的运行 诗经说 那个月亮被遮掩 则是很平常的 这个太阳被遮掩 又有什么不吉祥呢 诗经传中说 月时不平常 比艾特时却更常见 日时则是不祥 称它为小便 可以了 称它为正常运行 则不可 所以火星必行十六舍 离太阳远 而且任意独行 金星出现在西方 行进在太阳之前 气盛与月适逆行 一定在1H出现遇时 也是消夺圣的真相 国皇之星 大而且色红 形状像南极老人星 它的出现 遇是其分野之地 有战争发动 分野之地兵强 骑象对应的一方不利 昭明之星 大而色白 星光无盲角 忽上忽下 所出现星区对应的分野之国 出兵会遭遇多次变故 武残之星 出现在正东 是东方之星 其形状像水星 离地大月六丈 大而色黄 六贼星 出现在正南 是南方之星 离地大月六丈 大而色红 屡次闪动 有光 撕鬼星 出现在正西 是西方之星 离地大月六丈 大而色白 形状像金星 贤汉星 出现在正北 是北方之星 离地大月六丈 大而色红 屡次闪动 观察它的星光 中间有青色 此次星出现在 它不应出现的方向 其下分野之地 有冰或 对应的一方不利 四田星 出现在东南 西南 东北 西北 离地大月四丈 地围星 隐藏光芒 也出现在东南 西南 东北 西北方向 离地大月二丈 其今好像月亮 刚出现时一样 它所出现 下方的分野之地 乱政者王 有得者昌 竹星 形状如金星 它出现后不运行 现后不久则灭 所照耀的地方 诚意有暴乱发生 四星飞星 似云飞云的那种彗星 名叫龟邪 龟邪出现 必有龟附者 星者是金属之体 有气散发 其本在于人 星星多 分野之国吉祥 星少则凶 银河也是金属之体 有气散发 其本在于水 星星多 浴室有水灾 少则浴室有汉情 大律是这样的 天古星 发出声音似雷飞雷 声音在地 又急于地下 它所发生的地方 有战争发生在 分野之地 天狗星 形状如大流星 有声音 它下落在地上 形象狗 所坠落之的 看去如火光 炎炎冲天 旗下有圆坑 有如夫情甜大 上肩 出现则有黄色 赵氏千里 破均沙江 隔则星 像焰火之形状 色黄白 从地平线升上 下大上肩 它出现赵氏 其分野之地 不中而获 没有土木工程 必有大雁宾客 石油之星 向彗星 而其尾部弯曲 象棋 出现则 浴室做帝王的 要征讨四方 巡使星 出现于北斗星旁 形状像雄鸡 星光有蒙角刺出 青黑色 像趴竹的边 王使星 形状像大流星 蜿蜒运行 而色苍黑 观察它 像是有毛 看得见 长庚星 广如一皮布 挂在天上 此星出现 有战争发动 星体陨落到地上 就是石头 天晴而出现景星 景星是有的之星 其行之无常 常出现在有道之国 越有中道 越有九行 中道说的是黄道 又叫光道 光道北至树景速 离天北极近 南道千牛星 离天北极远 树道角速 西至楼速 离天北极居中 下至运行道 东景速 北近天极 所以归影短 立八尺之龟表 龟影长 一尺五寸八分 东至运行道 千牛速 远离天极 所以龟影长 立八尺之龟表 龟影长 一丈三尺 一寸四分 春分秋分 太阳道楼速 角速 离天北极居中 所以龟影长度中等 立八尺之龟表 龟影长 七尺三寸六分 此时太阳 离天北极远近的差距 在龟影长短的刻度上 反映出来 离天北极远近 难以知晓 重要的是用龟影来测定 有了龟影的长度 所以能知道太阳的南北位置 日 太阳 阳气盛 太阳逐渐退一向北 白天逐渐长 阳盛 天气为温暑 阴气盛 则太阳逐渐退向南 白天渐短 阴盛 天气寒冷 所以太阳北近为暑 南退为寒 如果太阳的南北运行 失去节令 龟影过长为长寒 龟影过短为长热 这是寒暑的表现 所以称为寒暑 又说龟影长为烙 龟影短为汉 过分了为福 福就是说 邪尘在身旁 而正臣疏远 君子不足 而坚人有余 月有九条鬼道的情况 黑道有两条 出现在黄道北面 赤道有两条 出现在黄道南面 白道有两条 出现在黄道的西面 青道有两条 出现在黄道的树面 历春春分月在东面顺从青道 历秋秋分月在西面顺从白道 历冬冬至月在北面顺从黑道 历夏夏至月在南面顺从赤道 在判断其所行轨道时 最主要决定于其与经过防速的中道的位置 月行轻至两道 为运行在阳道 月行黑白两道 为运行在阴道 如果月行失去正常轨迹而忘形 运行在阳道则有汉风 运行在阴道则有阴雨 凡君王之正过岩则日行快 君王之正过宽则约行缓 太阳运行的状况不可以想就之 所以用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时的星象来战后 太阳竖行恒星西转 冬至黄昏 太阳在魁速八度中 夏至太阳在低速十三度中 春分太阳在柳速一度中 秋分太阳在青牛速三度七分中造势的天象为正形 太阳运行速度快 则是恒星西转速度快 这是形势的必然 所以说过中度则快 是君王之正过岩的感应 不到中度则为迟缓 是君王之正过宽的真相 说到月亮的运行 则以惠硕来判断它 太阳在冬季则偏南 夏季则偏北 冬至在青牛速 夏至在树井速 太阳的运行是在中道 月亮和五星都随之而行 即兴士风的争士是东北之星 是与东北地方相应的天位 所以亦 昆卦中说东北丧游 到了亦 殉挂中说在东南是风 风是阳中之音 是大臣的真相 所战士的星是枕宿 月离开中道 一向东北入激宿 如一向东南入枕宿 则多风 一向西方为有雨 雨是少阴的位下 月离开中道 一向西入避宿 则多雨 所以诗经说 月离开避宿 使大雨滂沱 说的是多雨的情况 星转中说 月亮运行入避宿 则将相有因为家中的是 牵连犯罪的 说的是医生 书中说星宿有好风的 星宿有好雨的 月行至这些星宿附近 则因此有风雨 说的是月亮偏离中道 而东西运行的情况 所以星转中说 月亮运行像南入切牛宿的南面 民间有流行疾病发生 月亮运行北入太威元 出现在五地座伊北 如果干犯五地座 则有下位之人谋上的情况 又一说月亮代表风雨 太阳代表寒温 冬至太阳应在南极位置 鬼影最长 太阳运行不到南极位置 则温热过分 夏至阴太阳在北极位置 鬼影最短 太阳向北运行不到北极位置 则寒为损伤 所以书中说 A这运行 则有冬有夏了 在人间是政治变化 在天上是日月运行啊 月亮出现在防速北面 象征着有阴雨冰乱 月亮出现在防速南面 是汗是天桑 水汗的情况发生在 齐芬野之国所对应的地区 等到五星变异出现 以上情况必然有效应 两军相对 太阳的光运相等同 则是军力敌 光运后长且大 则有胜利 光运保短且小 则没有胜利 光运多重环报 则有大败的一方 光运环报太阳为和 光运备向太阳为不和 使肇事者相分离 光运之为肇事自己立功 可立军破冰 或者说杀将 光运在上方内环向太阳 预示着有喜 有云气在光环之中 预示城中之君上 有云气在光环之外 预示城外之君上 光运清外赤中 战合赤外清中 两相交物 光环先出现而后离开 守军上 光环先出现先离去 守军开始有力 后来又败 光环后出现后离去 守军前败后利 光环后出现先离去 前后都败 守军不胜 出现急去 这以后会发生怨恨 虽胜无功 出现半日以上攻大 出现白红弯曲而短 上下肩 这样的情况出现 其下分野之地 有血光之灾 A之音所肇事的 克敌至圣的情况 近期三十日 远期六十日应验 日时 与窥时其时 所在兴区相应的 分野地不利 与日光复原 所在兴区相应的 分野地有利 不然 日群时应验的是君王 用日时正当发生的地方 和太阳运行的度数 加日时发生的时间 与分野地对应 用于显示齐国 凡观看云气 昂头向上而观察它 指三四百里 平时或向桑树 于树之上观望 能测千余里 两千里 当高而观望它 向下瞩目地面 可达三千里 云气有兽壮 居守在棋地上空的 圣 自华山以南 云气下黑上红 松高三河之交 云气是正红色 长山以北 云气下黑上青 渤海 洁山 大海 泰山之间 云气都是黑色的 长江 淮河之间 云气都是白色的 浴室浮役的云气色白 浴室土木工程的 云气色黄 浴室车站的云气 忽高忽低 团聚在一起 浴室旗站的云气 低下而遍布 浴室步兵之战的 云气团聚 前低而后高的 速进 前方而后高的 士气锐 后肩而低下的 退却 云气平的 行松缓 前高后低的 不止而返 两气相遇 低胜高 肩胜方 云气运行向前低 而依寻车道的 不过三四日 离开五六里的地方 显现其征兆 云气运行高七八持者 不过五六日 离开十月二十里 显现其征兆 云气运行高一丈多两丈的 不过三四十约 离开五六十里 显现其征兆 飘荡的云色清白 浴室其武将强悍 骑士兵软弱 云的根部大 而勤军远者 浴室有战道 云气清白色 其盲角低的站上 前端色赤而上扬者 站不上 四步阵一般的云 像耸立的城墙 缩状的云像缩子 幽状的云团状两端间 标状的云像绳一样 在前面横看全天 把天分成两半 彩色的云像是战旗 钩状的云弯钩排列 这些状态的云出现 用五色去战侧 其中颜色润泽 团状 密实的云出现很动人 于是有占卜的意义 于是有战争发动 在它分野之地 王硕所作的占卜说 是起居于日边的云像 太阳边的云气 代表入主之相 都可以用云的形状来战侧 所以北一的气象 如群畜在穷炉 南一支气 像是舟船和分旗 大水灾发生之处 百军的战场 破国的城池 地下有古代前壁的地方 金银财宝所在地都有气 不可不查验 海市渗楼之云 气象楼台 广野之云气 成就宫廷的相貌 云气的各种气象 是地面上的百姓 山川 形式气质所积累的反应 所以战后营胜 或者虚耗的情况 深入到国家 厌看江土和田墨的整治情况 城郭市屋是否润泽 再看车幅去产是否精良 气象生长的吉祥 虚耗的凶险 若烟飞烟 似云飞云 郁郁葱葱 消枢地分布着 形如圆形困仓的云气 是所谓庆云 庆云出现 如有喜气 若雾飞雾 沾衣布施的云气 如出现则那个城市 有披甲上阵而急行军的情况 雷电 红霞 霹雳 晚上出现极光的情况 是阳气所牵动的气象 春夏则发 秋冬则隐匿 所以战后者与记录者 没有不观察它的 在自然现象上 要观察天开所显现的物象 地震造成的地断裂 山崩塌陷 山川挨堵塞 水在地下涌出 大则刚枯 都有真相 在人世上要考察 城郭项驴 影损枯竭 宫庙郎地 百姓居所 民谣 习俗 车骑 服饰 看百姓饮食 五谷草木 观其所属 仓服马就 四通之路 六处禽兽 物产去留 鱼逼鸟属 观其所处 鬼哭若好 与人逢育 有些差物 但得却如此 凡战后一年的吉凶 要谨慎观察一年的开始 一年头一天 或者冬至约 生气开始出现 腊明日 人众开始过年 大家聚会饮宴 这时阳气上升 所以叫初岁 正月初一是一年开端 是君王规定的岁首 历春 四季的开始 这四个开端 是战后的日子 所以汉朝未先 在腊明日和正月初一 判断八方 风从南来 大汉 西南 小汉 西方 有战争 西北 大豆收成好 小雨 急促起兵 北方 为中等收成 东北 为丰年 东方 有大水 东南 百姓有流行病 收成很不好 所以八风各与八个地方相对 考核他们多着为胜 多胜少 长久胜短促 快胜缓 早晨到时时 战侧麦子的收成 时时到日应时 未战侧计的收成 日应时到不时 为战侧鼠的收成 不时到下不时 未战侧大豆的收成 下不时到云入时 未战侧麻的收成 如果正月初一有云 有风 有太阳 早一年 庄稼就茂盛 而且丰收 无云 有风约 那就年景不丰而少子 有云有风没太阳 预示着庄稼茂盛 但是少时 有太阳 无云 无风 预示当年庄稼欠收 如果只有很短的时间 无云 无风 小欠收 如果是真五斗米 这样长的时间 伟大欠收 无风又起风 有云 预示当年庄稼 先有损害 又有起色 各用当时云的颜色 战后所示意耕种的浓作物 有雨雪 寒冷 预示当年年景极坏 当H光明亮时 听成一种百姓的声音 声如宫吊 则七年美好 即 声如商吊 有战争 声如征吊 七年有旱灾发生 声如雨吊 七年有水灾发生 声如脚吊 七年年景极坏 或在正月初1H起祭数下雨的天数 一天由雨 欲示 明有一声之时 到七声是极限 过了七天的不再战后之数 从初1H到12H 可使之与1月到12月相当 是其情雨 可战后一年12个月水灾 旱灾的情况 这是方圆千里内的象征 要为天下战后 则要在整个正月果进行 用月所经过的28速 H 风 云战后所相对应的国家 但必须查看太岁的所在 金星表示丰收 水星表示欠收 木星表示有饥荒 火星表示有旱灾 这是大概的情况 正月的第一个假日 风从东方来 事宜养残 风从西方来 如果早晨有黄云 不急 冬至白天最短 冬至前三天 在横气的一端悬挂探 另一端悬挂土 令横气处于平衡状态 当悬挂探的一端下沉时 或迷路脱角 蓝根发芽 泉水永时 可由之大律知道冬至的到来 而关键是测量鬼影 来确定冬至约的到来 天运气数 三十年一小变 百年中变 五百年大变 三大变为一季 三季为一个完整的周期 此是天道的气数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 日时发生三十六次 彗星三次出现 夜果恒星不出现 中焰有雨时如雨的情况 各一次 当这个时候 霍乱都纷纷显映 周势微弱 沉迷怨恨 世军的情况发生三十六次 国家亡国的情况发生五十二次 诸侯逃亡不能保全其设计的情况不可胜数 自此之后 有群世的七零十丹的大国兼并小国 秦 楚 吴 月本来是一敌之邦 从此成为强大的诸侯国 田氏篡起 三家分界 同时形成战国时期 争相攻取 兵戈地禁 成义被数次涂灭 因此积锦即亦产生愁苦 君臣全都忧患 那时占卜查验 祈求鬼神 后侧兴气 尤为急切 近世春秋十二诸侯 战国弃国相王 主张纵横的测试 接踵而至 而从事战后天文的人 顺着当时的形式 记录书写战后的书 所以其战宴的记载 鱼龙混杂 没有什么可记录的 周军为秦军所灭 秦始皇时代 十五年间彗星四线 最长时出现八十约 长度或可横过天空 后来秦国逐渐用兵 在内兼并六国 在外平息四夷 死人如麻 又出现火星留守心素 和在天使园出现芒角 色翅如金血的天下 秦始皇死后 侍逢百姓相互残杀 二世即位 骨肉相残 杀戮将相 金星再次出现 经过中天的现象 所以陈胜 吴广等起义并起 均相践踏 秦国于世灭亡 项羽研究居入时 王始星向西划过 王始星所及之处 欲是天下有所征战 是灭亡的真相 万物不能置于箭矢 现在王始星蜿蜒滑过 而弯曲不能执行 象征着拿剑者不正 以此象征项羽政治混乱 项羽于世合并军队 坑杀秦兵 屠灭咸阳 凡是王始星出现 是一乱乏乱的真相 汉元年十月 五星聚会于树锦肃 以立法推算他 其他四星应跟从穗星 此时高皇帝受命登基的福障 所以有客人对张尔说 树锦肃的分野之地在秦帝 汉王入秦 五星顺从穗星相聚 正当事宜取天下之时 秦王子应再指导投降 汉王嘱咐下属官吏 宝物 妇女丝毫不娶 紧闭宫门 回军守于霸上 以迎候项羽等诸侯 与秦国百姓约法三章 百姓没有不生归父之心的 可谓能行呀 这是天所机遇的 因此五年就平定天下 登地位 以此可证明 穗星是所张显义的 东景肃 遇事的是秦帝 这是名证 墨高地三年秋 金星出现在西方 有星光几乎近身 湖北湖南 于期才已入 水星出现在四季的第一个月 当时项羽为楚王 而刘邦已经平定三秦地区 在荣阳地区与之相对 金星出现在西方 有星光几乎近身 是预照着秦帝有征战要取胜 而莫国将兴起 水星出现在四季的第一个月 是改变君王的表征 又过了两年 汉灭楚 汉高地七年 运有光运 围绕着参宿 碧宿 有七层光运 战后的人说 碧宿 卯宿间 是天阶 天阶北 象征着湖地 天阶南 象征着中原之国 卯宿象征匈奴 参宿象征探国 碧宿象征边疆之军 这年高皇帝 亲自率领大军 鸡匈奴 到平成 被茂顿缠于所为 其日才得解围 汉高地十二年春 火星留守新宿 四月皇帝去世 校会第二年 天有裂缝在东北 宽十余丈 长二十余丈 有地震 是阴气有余 天开裂 是阳气不足 都是显示 下沉强盛将要损害 主上的变故 后来有屡世之乱 孝文帝后二年 正月人一日 天禅星傍晚出现在西南 战后的人说 这是有战争 桑乱的征兆 六年十一月 匈奴入侵上郡 云中 汉朝发起三军 以保卫京师 这年四月以色埃 水星 木星 火星 三星同出现在 树井塑 战后的人说 内外有战争和丧事发生 会改立王宫 树井塑 肇事的是秦帝八月 天狗星落在凉地 这年在长安 朱沙灶的人 周英势众 七年六月 文帝去世 这年十一月 雾虚 土星 水星 同在威塑出现 战后的人说 是拥塞之兆 与翻野对应的国家 不可举世兴兵 否则必会受其央护 又一说 将要全军覆没 威塑 主是其的 这年七月 火星树行 运行到 闭宿之南 又环绕 闭宿东北 后运行出 闭宿向西 逆行到 卯宿 随即向南 又向东运行 战后的人说 是有死丧和 道寇作乱的赵氏 闭宿 卯宿 赵氏烫地 孝景元年正月鬼有约 鸡星 水星 同出现在 雾女宿 战后的人说 为谋变 为兵患之兆 雾女宿主 是月帝 幼主是齐的 这年七月 一丑爱的 鸡星 木星 水星 同出现在张宿 战后的人说 内外有战争和丧事 是改立王宫的赵氏 张宿主 是周帝 是现在的河南 幼赵氏楚帝 二年七月 禀子 EL 火星和水星 早晨出现在东方 因此留守斗宿 战后的人说 齐分野之国 断绝祭祀 到了当年的十二月 水星 火星 同出现在斗宿 战后的人说 这是翠火 不可举世用兵 否则必受其害 又一说 正是这北方的军队 用兵举世 必大败 斗宿 主是吴帝 又主是月帝 当年 彗星出现在西南方 三月时 立六皇子为王 镇守淮阳 汝南 河驴 临江 长沙 广川 三年 吴 楚 焦西 焦树 自川 济南 烫七国反叛 吴 楚之兵 先到攻打梁国 焦西 焦树 自川三国 围攻齐国 汉朝派遣大将军 周亚夫等 束守河南 以等候吴 楚之敌 入出破绽 于是打败了他们 吴王逃奔越国 越国攻打他 并且杀了他 平阳后 打败了三国的军队 在齐地 都惩治了他们的罪行 齐王自杀 汉军以水攻打烫国 城破 赵王自杀 六月 立皇子两人 楚元王的儿子 一人为王 镇守郊西 中山 楚国 改任吉北王 为自济 王 桓阳王 为鲁王 汝南王 为江都王 七月 战争结束 天狗星落下 战后的人说 是破军杀江的征兆 天狗星 象征着守狱 天狗星 所以降临 是以此见识守狱无国 楚国攻打梁国 梁国坚守 于是在分野之地 有浮尸流血发生 三年 土星在楼宿 几乎引入时又出现 反居于葵宿 葵宿分野之地 世辱国 战后的人说 这个国家得地 是因为有土星之故 造年鲁王被封国 四年七月鬼末日 火星运行入树紧宿 行于黄道之北 又在九月几末日 运行入鱼鬼宿 乌银一二运行出宿区 战后的人说 是诸法的真相 又是火灾的真相 后二年 有历史的事发生 后来 魏阳宫树门有火灾 孝景中原元年 土星当在滋鹏宿 参宿 却离去居守在东景宿 战后的人说 王帝 获着有女主之忧 二年正月 丁亥曰 金星 木星 同在滋灵宿 是有白衣之慧的 丧事的象征 三月丁有日 惠星一间出现在西北 星光色白 长一丈 在滋庸宿 离去时越来越小 十五日后不见 战后的人说 必有破国乱军的情况发生 犯罪者伏法 紫庸宿 主是良帝 这年五月甲五日 金星 木星都在树井宿 五须日 金星离开 木星留守 留有二十日 战后的人说 损伤 形成于战斧 木星 于是诸侯 诸杀将要实行在诸侯中 这年六月人须 彭星出现在西南 在防宿南面 离防宿 大约有二丈 大如二斗的器具 色白 鬼亥日 在新宿东北 长约一丈多 甲子日 在尾宿北面 长约六丈 丁卯日 在激宿北面 靠近一河 稍小将离去时 大如逃 人身约离去 总共十约 战后的人说 彭星出现 必有乱臣 防宿 新宿之间是天子宫 这时梁王想做汉的祭祀 派人杀汉朝的征辰员啊 汉朝案例率 英诸杀梁大臣 福铁相加 联网恐惧 步车入关 伏法认罪 然后得免 中原三年十一月更五 约傍晚 金星 火星 同在虚宿 相离一寸圆 战后的人说 是演练 是有丧事的象征 虚宿 分野之地 是七国四年四月秉身 金星 木星 同现于树井宿 战后的人说 会有白衣之慧的丧事 树井宿 分野之地 是秦国五年四月以四约 水星 火星同现于参宿 战后的人说 其分野之国不及 参宿 分野之地 是梁国六年四月 梁孝王去世 五月 承阳王 己一王去世 六月 承阳公主去世 在三个月之中 天子穿丧服四次 立临府地 孝景后 元年五月人五月 火星 鸡星 同在于鬼宿的东北 不到柳宿 出现在于鬼宿北 大约五村圆 战后的人说 是野猎 有丧事发生 于鬼宿 主是秦国秉须约 有大地震发生 林林有声 民间有大流行病发生 百姓死亡 观国贵 到秋天才停止 校武建元三年三月 有惠星 建于有宿 张宿 经过太威元 侵犯子宫星区 到了银河 春秋中说 惠星建于北岛 齐 宋 近三国的君王 都将死于霍乱 现在惠星经过武宿 这 以后几数 交袭 将独王都被牵连 户罪消夺 王位而自杀 淮阳王 恒山王 谋反被诛 三年四月 有惠星 建于天际星 行至织女星 战后的人说 织女星赵氏 有女主之变 天际星赵氏 要发生地震 到了四年十月 发生地震 后来 陈皇后被废 六年 火星流少于鬼宿 战后的人说 赵氏火灾 有丧氏 这年汉高地的陵远 有火灾发生 宝太后去世 元光元年六月 星星出现在房宿 战后的人说 御氏有战争发起 二年十一月 蝉鱼率领十万铁骑 入侵五招 汉朝派兵三十余万迎敌 元光年间 天星全部星光闪动 皇上因此询问 战后星象的人 回答说 星光闪动的情况 预示着劳民后来争讨四宜 百姓因为战争而劳苦 元顶五年 金星行入天院星 战后的人说 将有一位马 而兴起的战争 又一说 马将一位战争而死号 后来一位天马的缘故 诛杀大碗 马大部分死于战争 元顶年间 火星留守在南斗宿 战后的人说 火星留守 是有贼乱丧兵的征兆 留守的时间长 齐分野之国断绝祭祀 越国是南斗宿的分野之地 后来岳项吕家杀了国王及太后 汉起兵诛杀他 灭了越国 元峰年间 有星星建于南河 北河兴区中 战后的人说 南河是越国的门户 北河是湖人的门户 后来汉兵击败 剪掉朝鲜 以其地为恶浪 玄途郡 朝鲜在海中 越国的门户 象征朝鲜 留守在北方 是湖人的区域 太初年间 有星星建于 招摇星附近 星传中说 西星留守招摇星 赵氏南方少数民族有动乱 百姓将失去国军 后来汉朝出兵攻打大腕 斩首大腕王 招摇星的分野之地 是远方少数民族地区 孝昭始元年间 汉朝宦官梁承辉 和燕王所用的 战后星象的人 吴慕如 剑惠星出现于西方天市 远简门 运行过河谷星区 入营式宿州 梁承辉说 惠星出现六十天 不出三年 旗下非夜之地 有乱臣被入杀并且示众 后来金星出现西方 向下运行一舍 又向上运行二舍后 下行离去 金星主是军队 上行又下行 将会有被入杀的人 后来金星出现在东方 入咸池星 向东进入东景宿 于是大臣部中 有谋上叛乱的人 后来金星进入太尉原 西边第一星区 向北运行出 戍边第一星的位置 在向北而东方向离去 太尉原是天庭的象征 金星运行其中 正是宫门当币 大将披甲带兵 邪恶之臣辅助 火星在楼宿 由树而西 逆行至魁宿 战法上说当有战争 后来金星进入卯宿 吴莫如说 彭星出现于西方 当有大臣被陆杀的情况 金星进入东景宿 泰威廷运行出东门 汉江有大将死 后来火星出现在东方 与金星相守 这时应有战争发动 领兵的人不上 后有流星陨落 燕国万载宫的屋顶向东去 战法上说国家恐慌 有诛杀 后来左将军上官杰 跳起将军上官安 与长公主 燕拉王流弹谋乱 都服罪被杀 有军队讨伐乌环 元凤四年九月 西星在子宫北斗天书星 与北极之间出现 战后的人说 是战争五年六月 蒸发三府军国少年到北军 五年四月 竹星出现在奎宿 楼宿之间 战后的人说 遇事由土木攻城兴起 有胡人死亡 编城和平 六年正月 修筑辽东 玄途长 二月 杜辽将军范明友 击败乌环国环军 元凭元年正月庚子月 日出时有黑云山线 其形态好像狂风吹烂头发 运转出西北方向 东南行进 右转向西 一会二无踪影 战后的入说 有云如大风 世卫风师 战法记载 当有大的战争发动 后来战争在乌孙国发起 武将征讨匈奴 二月假生日 早晨出现大星有如月亮 有众星跟随他向西跃行 已有云 杨云形状像狗 红色 有三道长尾 从两面沿着银河向西运行 大星如月 是大臣的象征 众星跟随大星 欲示众人都随从 天文的规定 是以从西向东行为顺 从述向西行为逆 这是大臣想要行使全力 来安定国家 战后的人说 机星的散气 形成天狗星 祖起星 祖起星出现 祸患无时不有 大臣玩弄权饼 杨云 围乱军的征兆 到了四月 昌亦王刘鹤 刑乱症 水星从参宿出现于西方 二年七月 新海月傍晚 水星从异宿出现于西方 都比力算提早 战后的人说 大臣有被诛杀的 后来火星留守在 房宿的沟前星星区 勾灵星是天地的车架 战后的人说 不是太扑 就是凤车都尉 不被罢处 即是处死 房宿 新宿是天子的宫廷 房宿为江巷 新宿为儿子之属 齐分野之地是宋 是现在楚国的蓬城 四年七月假辰 水星灾一宿 月亮侵犯他 战后的人说 有战争启动 有上清 死于江巷之位 当日 火星进入 鱼鬼宿天治 先性区 战后的人说 大臣有被诛杀的 正为天贼 在君王之策 地结元年 正月物武 A-2更业 月亮遮掩火星 火星在角速 抗宿 战后的人说 遇事有忧患 发生在宫中 不是强盗就是小偷 有内乱 蝉鱼之臣 在君王身边 心有日 火星预行入 低速中部 低速是天地的宫廷 火星进入其中 遇事有贼臣 这年六月 物须约出更业 有惠星 又处于左右 角星之间 惠为指向东南 长约二尺 色白 战后的人说 遇事有间人 在宫廷中 道秉银约 又有惠星 出现在贯索星 东北 向南运行 道七月鬼偶夜 进入天室园 星光很亮 惠为指向东南 琴色白 战后的人说 遇事着陆沙青室 又一说 有陆沙帝王的遇事 时间都是一年 远则二年出现当时 楚王严寿 谋反自杀 四年 已故大将军霍光的 夫人险 将军霍宇 范明友 凤车都尉霍山 以及七弟殷亲中 为世中 朱曹 九卿 俊首都谋反 一起被伏法判罪 黄龙元年三月 惠星居游在 王良星东北约九尺 长一丈余 惠为指向西 运行到 格道兴区 到子宫兴区 那年十二月 皇帝去世 元帝出源 元年四月 出现西星形状 大如瓜 四青白 出现在南斗 第二星树面 于四尺处 战后的人说 于是为水患 有机民五月 渤海海水 大泛滥 六月 关东出现大饥荒 百姓多饿死 狼邪俊人吃人 二年五月 有惠星出现在 卯宿 首留在 卷蛇星 东约五尺处 四青白 光艳长三寸 战后的人说 于是天下有望言的人 这年十二月 据入都尉谢君的儿子 骗说自己是神人 被判罪论死 父亲免官 五年四月 惠星出现在西北 是黄色 长八尺许 后数日又长为 遗仗于 惠为指向东北 在参宿 后来过了二年多 西枪反叛 孝成帝 见识 元年九月 物子日 有流星出现在 文昌星区 色白 星光照地 长约四丈 粗大有意为 行迹摇动 如龙蛇形状 天客 长约五六丈 粗大约四围许 蜿蜒曲折 横贯子宫 星区西面 在北斗 西北紫亥问 后弯如环 北方不闭合 刘大约一科石 战后的人说 文昌星 为上将贵相当时皇帝的舅舅王凤 做大将军 后来 兄弟的外甥王商为丞相 都是贵胄从杖 王凤嫉妒王商 弹劾他 而被罢免 王商于是自杀 亲属都被废除 四年七月 火星鱼越碎星 拘留在他东北约半寸距离 如病地连理 当时碎星在天关心西 大约四尺处 火星最初跟从B宿口的大兴东面 向东北运行 几月到 来时快去时缓 战后的人说 火星与碎星星光相处及 国军有病 年仅饥荒 到了和平元年三月 有旱灾 损伤麦子的收成 百姓吃鱼皮冲击 二年十二月人申约 太皇太后 毕时令的忌讳 到昆明树关 十一月一卯日 月亮遮掩土星 土星不见 当时土星在 雨鬼祖西北约八九尺处 战后的人说 月亮遮掩土星 遇世百姓流离千里 和平元年三月 流亡的百姓 进入寒谷关 和平二年十月下旬 土星在 前景祖 轩辕星南端 大星一尺多 木星在他的西北一尺多处 火星在他的西北二尺多处 都从西方运行而来 土星横贯于鬼祖 先到木星旁边 火星也横贯于鬼祖 十一月上旬 木星 火星向西运行 离开 土星都向西北逆行 战后的人说 三星如果同在一处 称为精卫 称为绝行 遇世内外有战争和丧事 并改立王宫 这年十一月丁四艾特 一郎王心大逆不道 杨克太守陈丽 补杀星 三年九月甲虚 书郡装平男子 侯母屁兄弟五人 结党为强盗 攻坟官司 捆腹献长力 强取应授 自称将军 三月西卯曰 左将军攻他去世 有将军一时 且为左将军 四年四月物申曰 盘王行赫去世 驱说元年七月人子日 月亮侵犯新宿 战后的人说 他的分野之国 有忧患 或有大丧事 房宿 宿分野地为宋国 现在是处地 十一月新卫EL 楚王刘友去世 四年润月 跟舞艾特 有流星大如否 出现在西南 进入北斗星区下 战后的人说 汉初始胸区第二年 边赛元年正月 扭扭缠于 压敌慕皇去世 五月甲舞艾特 派遣中郎将杨星 前往吊艳 成拉二年 二月鬼末日夜 东方有赤色的光出现 苏大三四围 长二三丈 瑟瑟有声 向树叶抖动 南方出现赤色的光 粗大四五围 向下运行 十余杖 都不到地即灭 战后的人说 东方飘来变色的云气 形状如树木 以此之道 四方将要动乱 第二年十二月吉卯约 卫世男子 反病等谋反 横杀陈留 太守阎谱 以及官吏百姓 释放囚徒 抢夺库中兵器 杰掠令城 自称将军 都被诛杀 庚子日 山阳铁关所属的 逃亡之徒苏令等 杀伤官吏百姓 解放囚徒 抢夺库中兵器 据党与数百人 为大强盗 第二年经过的郡国 有四十余处 一天之内 有两种云气 同时升起 一病出现 而反病 苏令等同月俱发 元延元年四月丁有身时 天空晴朗无云 音音震动如有雷声 有流星头大如否 长矢于杖 明亮的红白色 从太阳下 向东南划去 四面散射的小流星 或大如盆 或小如若淡 闪烁如下雨 到黄昏停止 郡国百姓都说是星云 春秋中记载 星云如雨 是王者诗世 诸侯启霸业的变异之兆 后来王莽就专权果饼了 王莽的兴起 萌发于盛查时 所以有星云之变 后来王莽就篡国了 江翅元年正月西位 有流星从东南划入 北斗星星区 长几十丈 大约半小时平息 战后的人说 御事大臣有被囚禁的 这一年十一月庚子日 宣一宝尊王昼 被邪教所牵连 下遇处死 二年春 火星留守心宿 二月以丑约 丞相敌方禁 想要制止灾疫 自杀 三月秉须约 皇帝去世 哀帝建平原年 正月丁卫夫的日出时 天空有白色的云气戎罩 广如一匹布 长石于杖 西南走向 熏花如有雷声 向西南运行一刻钟后停止 称为天狗 传说中言不被采纳 则天狗出现 有妖言获众 到了四年正月 二月 三月 百姓都惊动了 熏花奔走 相传有天将少叔 筹划祭祀西王母 又说有眼睛竖着长的人到来 十二月 白气出现在西南方 从地上升到天上 出现在参数下 横贯天资兴躯 广如一匹布 长石多丈 十余约才离去 战后的人说 天子有因病 三年十一月 任子约 太皇太后少告说 皇帝宽人孝顺 承奉弟词 少有懈怠 而久病未遇 约四夜响 大概继承大统的君王 不易改制 春秋注重复古 在甘泉宫太时 焚印后吐瓷祭祀 如以往一样 二年二月 有彗星出现在 切牛素七十余月 传说 彗星出现 遇事除旧不息 切牛素 约月 五星运行的起始点 计算历数的历元的起始处 天正 地正 人正 三正最首的起始 彗星出现在切牛素 是更改的征兆 它出现的时间长 遇事其发生之事 大正年六月 甲子约 夏赫良等 立主改元一号 增加漏克 皇帝夏赵书 改进平二年 为太初元年 号称陈胜刘太平皇帝 克漏一日 分为一百二十克 八月丁四日 全部又罢除了 夏赫良 及其党羽 都扶诛和流放 那以后 才形成了 王莽篡国之祸 元寿元年十一月 穆星进入太尉园 逆行侵犯 又执法兴 战后的人说 御事大臣有优患 做执法官的 有杀身之祸 会有罪罚 二年十月务一日 高安侯董贤 被罢免 大司马之职 回家后自杀 Father GodSD